Hello,大家好,我是馬友 我是Yoyo 又來到這次和Reclai合作的影片 我們今天要說的就是八大品牌新出的手袋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身後很多很漂亮的手袋 不要說那麼多了,在想買什麼袋 現在我們馬上開始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大家記住 衡量一下自己的收入 可不可以買個袋子才買 確保你們經濟是股膽得起才能買 千萬不要借錢或者怎樣 如果買不到的就看這條影片 沒所謂都會開心 所以如果想讓我燒的話就馬上開始吧 今天我們會說八個不同的牌子 事不宜遲我們說第一個 也是我超級喜歡的袋子 我幫你我幫你 就是Celine 沒錯 來,跟我倒一次 Treon 我們剛剛在特地打進店裡 問一下怎樣 喂?想問一下海船門的袋怎樣 海船門的袋怎樣 Treon 麻煩你,謝謝,再見 OK 這個Treon 已經出了好幾年 它有很多不同的尺寸 但這個小尺寸是剛剛這季才出來的 就是剛剛這季出來的時候 就出了黑色 然後有它的Monogram 然後也出了一個 啡色 還有出了一個很淺的粉紅色 我覺得超級美 但那個小尺寸粉紅色 是一下子一秒已經沒有買完的 還有接下來也會有一個 Pastel的紫色 還有這個 是一個weekend袋 來說也非常好 因為 你weekend沒有那麼多東西 帶出去的時候 就是它有一種 周末很瀟灑的感覺 還有不知道為什麼我看到這個袋 整個腦子就拿來Lisa 我覺得這個袋是極親的 就是很Lisa的感覺 我就是Lisa 好 等一下 誰是你 如果大家知道這個Monogram 其實靈感是來自於鎖鏈 那條鏈 那個扣 我們可以insert它 就是這個 inspired by它 那這個袋呢 是19500元 200元也不是 yes 我們先說第二個Seline 就是這個袋 我覺得這個袋很特別 因為它看起來的感覺 像是一個化妝袋 這樣的一個袋 還有它還有一條帶 那斜背是一種很隨便的 都是weekend bag的感覺 還有它的拉鏈 拉到很落 可以很開 可以放空間也很大 還有很方便 也有一種型格的感覺 如果是普通的T-shirt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 不如就講LV吧 好啊 CAPACINE這個袋 其實它的名字 是來自於他們的第一間店 這個袋呢 是48500元的 這個袋呢 我覺得就是適合一些 專業人士用 或者是一些很有地位的人 我覺得就很適合 這個袋 就是有時候你看到很多Hermes 的袋 有時候都想有些不同的款式 我覺得LV這個CAPACINE 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就突顯到出來 但是它的顏色又有 帶點分的元素 對 有種厚生的感覺 下一個尺寸 就是這個 這個 我覺得超美 它的Canvas料很美 是啊 料是超美 它這個尺寸 叫做BB size 它是 四萬四千五百元的 這條帶很漂亮 是一邊Canvas 一邊是 剛剛說這個雙肩帶 就是它兩邊可以揹 是只有這個尺寸的 這個才有的 但是尺寸是沒有的 哦 好了下一個要講的了 就是一個mini size 這個當然了 它是mini size 但是它是三個裡面最便宜的一個 價錢上呢 它呢 就是三萬八千元的 所以呢 有三個不同的選擇給大家 那我自己覺得呢 就是 如果是年輕的朋友們 如果想入手這個袋 可以由mini開始的 因為mini呢 真的挺可愛的 就是它的logo 它放在手袋上面的設計 是很漂亮的 很值得入手 很值得存的一個袋 大家都知道呢 Gucci這個品牌呢 就是靠馬術起家的了 他們的袋 其實很多袋都是inspired by horse pit Horse pit Horse pit是怎樣呢 當我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呢 如果騎馬的時候 大家就會這樣拉牠的馬 就是帶著馬 其實那個是一個 好像牙膠一樣 牠咬住在裡面 因為馬的口裡 它有一個位子 可以給你摺一塊 即是有一條拉隙的 Horse pit 就是被扣在那個位上 而這個扣就是inspired by horse pit 就是這樣扣著他們 讓他們跑的時候 就好像扯到他們的嘴 他們才會 Horse pit Horse pit Horse pit 這個袋是2020年 春季出的一個新的袋 首先我們說了價錢給大家聽 這個皮是1.9萬元 2萬元不用了 這個呢 2.3萬元 對 這個是2.3萬元 這個袋有什麼好處就是 它除了有一個 他們最經典的梵布袋 綠色和紅色的袋 之外呢 他們呢 還包上一條皮的袋 沒錯啦 所以呢 如果你們想 Elegant 背這個袋 就可以有一個皮的袋 而且它的皮的袋 都是跟著那個袋的顏色 對 2萬元有兩條袋 即是可以有兩個風格 好了 下一個想說的就是 Dior Lady Dior真的不可以沒有這個袋 這個袋是1995年本身的 為了迎接這個 Princess Diana 去到巴黎 就邀請她去一個 開幕典禮 也送上了這個象徵性的禮物 就是Lady Dior 因為Princess Diana 也有一個名字叫Lady Diana 之後24年前 Princess Diana 就第一次跟這個袋一起出席 那這個 這個套裝的畫面 就變成了 Lady Dior這個袋的地位 還有我覺得 以前的Lady Dior 是比較Feminine 但是現在她出了很多不同的款式 年輕的都可以拿 沒錯 那這個袋多少錢呢 價錢上呢 是相對地 都貴少少的 它就是4萬2千元的 它4萬多元 因為呢 每一個手袋 的造工 其實我們要 at least 8個 人手 而且大家知道 一個Lady Dior 有多少件零件在上面 開估 它是有140件零件 在一個Lady Dior上面 雖然它這個刺繡 看起來好像很花 但其實它很容易配 是啊 超容易配 你知不知道近年 最保值的Dior的袋是什麼 就是saddle bag 沒錯 而這個就是saddle bag 計算saddle bag之後呢 最值得 最保值的一個手袋 而且我覺得是很適合香港的女士 背的 因為經常會換袋的人 這樣就OK 但如果你是一個 即是有些女士 是很難得換袋的嘛 所以一些東西 便宜進去 又不會經常 唇膏啊 洗手液啊 對啦 初手洗手液 初手液 但是洗手液出街 如果你這麼巧買了 又買了Lady Dior 又買了Bobby 就可以這樣了 又是另一個袋 對 又是另一個袋 又是親的 對 這樣就很unisex 因為粗大配這個Bond袋 所以又是一種可以自己混合 所以外出街又不怕 會跟別人撞的一個襯罰 對 下一個 我們看看DV 好 這個呢 叫做Points 這個袋呢 其實它就是 主要那個最signature Iconic的位置 就是這個倒三角的一個設計 其實是一個handle 給你們拿 那麼呢 它也有很多不同的fabric 這個袋呢 裡面呢 是全 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一個重點 超大 而且裡面全部都是皮 那麼這個袋呢 是29,750元 就是這個一定不是一個 everyday wear 一定不是 everyday wear 而且它也是偏重的 但是這個袋 如果你是襯衣的話 是非常有型的 下一個 20 好啊 好 問一下大家的問題 究竟Peekaboo是哪一年出生的呢 答案是 08年 沒錯 第一個Peekaboo是在08年面世的 而去到mini的Peekaboo就是2013年了 mini就是這個size 那上面呢 就用了一個刺繡的元素 還有呢 它呢 有少少一個通洞的設計 它後面也有一個 Peekaboo呢 在Fandy的歷史裡面呢 都是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 所以呢 Peekaboo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收藏的 這個袋子 是今年新出的款式來的 你看看 那這個袋呢 有什麼顏色呢 這個袋呢 是有 有黑色啦 啡色啦 灰色啦 綠色啦 黃色啦 橙色啦 以及淺藍色的 而且這個袋呢 因為是一個新出的款式的關係 通常呢 一些classic款的手袋呢 在各大品牌都是的 一出的時候呢 就會比較上便宜一點 然後呢 就會慢慢慢慢 越來越加價 那這個是多少錢 這個袋呢 現在買呢 只是15800元 如果隔多一會 我就不知道多少錢了 其實說起月亮型 Burberry那個 都是 這個Burberry袋呢 是 叫做Olympia Bag 19300元 都是這種形狀 是 這個袋呢 嗯 其實Burberry呢 我覺得是 女士們必須要贏 一定要有一個的 因為真的很方便 因為Burberry呢 不想襯衣 找東西呢 是非常之容易 打開就直接可以 就是這個袋已經站在那裡 什麼都戴起來了 是啊 那 Loeve這個 她跟其他Burberry的袋 什麼不一樣 就是她會有兩條帶 嗯 那就可以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layering的感覺 就是 我覺得Burberry是有一種 年輕感 嗯 就是如果你趁健 老正一點的大衣 或者西裝衣 其實你 加回Burberry 都會Age down 對 OK 拍完了 好了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條片 如果大家想看多點不同類型的系列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大家記住要訂閱 訂閱這個頻道 開啟鈴鈴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記得去追蹤Yoyo MarieClaire和我的IG 拜拜 拜拜